英國有一對年輕的男女 那這個男生叫做艾利克斯 他長期被女朋友 Jordan 喬丹家暴 暴瘦32公斤 32公斤 馬鈺是不是幾公斤 70 69 那你會剩下38 起先呢 兩個人談戀愛的時候 也是甜甜蜜蜜的 但是後來呢 喬丹就他老婆 開始管艾利克斯 那先是接管了 艾利克斯的臉書帳號 然後切斷艾利克斯的 對外所有聯繫 很多女生會以 怕男生偷吃為藉口 來掌管男方的社群軟體 監控男生的手機 知道所有社群帳號密碼等等 那先請教馬力士 這算家暴嗎 算 算精神上家暴 就他監看他所有的隱私啊 這就是精神上的虐待 不只是監看我把你切斷喔 切斷就算了 就等於控制喔 對 等於是我不讓你用電話嘛 家裡面電話把你封鎖住 或者是有人打電話來 不在 掛斷 這也算啊 這算侵犯隱私嗎 算隱私啊 而且有精神上的虐待 不讓他有任何對外界有任何的正常社交啊 好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艾莉克斯 這個就是他的美麗的老婆 喬丹 這樣 那其實看起來兩個人都很正常 對不對 要他家暴其實也很困難 因為小小的 小小隻的 看起來蠻善良的 是是 我們再看那個喬丹跟艾莉克斯 喬丹除了 因為艾莉克斯 他他後來他有出來講 他瘦了三十二公斤 非常的憔悴 那喬丹 艾莉克斯說 他說喬丹除了掌控他的社群網路之外 開始不讓他吃東西 讓他常常挨餓 接著就是控制他的衣著 比方說不能夠穿灰色衣服 不能穿某雙喬丹 討厭的什麼東西等等 就是他是個控制狂 類型的女人這樣子 那控制狂的女人 很愛挑剔另外一半的穿著 比方說他連出門 要不要穿外套 他都要管 剛開始的時候 一年多是精神上的虐待 那表示接下來就身體上虐待了 後來就開始在身體上施加暴力 他的太太Jordan會用各種的道具 反覆的傷害他 在他睡著以後 忽然用玻璃瓶砸他的頭 這不得了 這不得了 好刺激喔 那有時候甚至把瓶子換成錘子 錘子你聽到沒有 錘子就是共同 有一次還拿 筆記型電腦的充電器 把艾利克斯打到滿頭的鮮血 後來甚至用刀子 刺他的手腕 用滾水燙他的皮膚 長期不准進食 那鄰居呢 也曾經聽到哀嚎生兒報警 但是艾利克斯怕 毒瘤兩個年幼的孩子 跟喬登獨處 而一直隱匿真相 他怕小孩 他如果不接受虐待 他就會虐待小孩 直到呢 有一位警察私下跟踪查訪 才讓真相大白 喬登被判七年半的徒刑 成為英國地位 因為家暴被判刑的女性 而艾利克斯呢 逃脫了五年來的地獄生活 他聲稱再十天 如果這個事情沒那麼救 他就聰明了 他就聰明了 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照片 我們看一下喬登 此人就是喬丹 其實喬丹長得滿漂亮的 喬丹其實長得滿秀氣的 他看起來就正常人 對啊 怎麼會 他會對老公這樣呢 這樣 那個文人有什麼感受 對 我等一下講的例子 其實那個女性 好像也是長這樣子 小小的 很精緻 可是會打老公的 會打老公 那後來呢 按照他的 艾利克斯的說法 艾利克斯是出生一個 家教非常良好的家庭 而且算是富裕 那從小就很順利的長大 他知道什麼是愛 什麼是溫暖 然後他的這個交友圈 就是他的人脈各方面都很好 他跟人家這個相處都很順利 他呢 就嫉妒他家裡的成就 然後就是覺得說 哇 你交友圈這麼好 所以呢 嫉妒他 所以要把他全部切斷 讓他來依賴他 是這樣的心態 那他不敢脫逃 是因為那兩個小孩 直到這樣的狀況 女生這麼恐怖呢 對啊 應該是他就是控制男人 最軟的那一塊 他一定知道 但是女生會不會這樣 到時候他真的離開 問你一段小孩 這是未知數 但是通常被制約的人 就會認為 我只要離開 小孩子就會跟我一樣 被他什麼滾水燙啊 拿刀子刺 他就會去幻想這件事情 埃莉科斯有說 說因為他的從小成長的環境 非常的順利 也非常的溫馨 所以他碰到這樣的太太 他不知如何反抗 不知道怎麼處理 對 不知如何反抗 馬力士就跟你完全一樣 家暴不是重點 長期家暴才是重點 為什麼會有長期這兩個字 對 才是我們今天要認為 很多男人 為什麼可以長期忍受的這塊 這是我們真正要去探討說 他到底最染的那一塊 被什麼控制住 其實很多 有小孩 有小孩到底一直染下去嗎 會 男人會 沒有 我覺得很多老公 不要忍這種太太 因為這個太太不是說 對他家暴 這個太太是生病的 對 因為冰態的東西 你一直忍是沒有意義的 只是讓他病情加重 他在忍也是生病的 他也是生病的在忍 因為他就是為了那一塊 他可以非而扶負 久了一定會生病的 他為了小孩子 他可以非而扶負 我死沒關係 只要小孩子順利成長 有媽媽在 他的想法就是 他會合理 而且反而是要趕快去就醫 才會保護到孩子 所以長期這件事情 很難去點醒他 男人這件事情 非常難點醒他 再看一下照片 好可憐喔 這個是後來 這個被解救出來的 埃里克斯 他瘦成這樣 可是請大家看 他抱著小孩 他怕這個 這麼小的小孩 被媽媽虐待 你看他的手 抱著他的時候 他的手還 還那個 還貼上石膏 也就是說 他手是骨折的 女生可以把男生打成這樣子 其實這個跟他自己有關係 他如果是生長很富裕 充滿愛的 他會認為我的小孩 就應該這樣子 所以我的太太威脅說 要對他怎麼樣的時候 我會更 更保護他 我會更保護他 他說不行不行不行 因為我的生長習慣就是這樣 他會用這種方式去制約他 你看他小時候的生活 這個男的 小時候生活都一直被保護 沒有去說去對抗 或是反抗的一個學習 所以他就落上了 旁邊都是好的沒有壞人 他只有被保護的感覺 也沒有一個去解決問題 所以小時候碰到 讓小孩處在逆境不是壞事 對不對 這個 他就不知道怎麼反抗 對不對 然後看到這個太太 我們就覺得家裡太太真的不錯